- 近来,台旅营智库,叫小义人道救援的名义,把太平岛租借给美军。 6月28日,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表示,这种提法非常危险,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会坚决反对,解放军有能力逼决心,为苦主权与领土安全,台没称,若真把太平岛租借美国,解放军事必动武,相信美国不会这么做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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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